大家好,欢迎来到三位书屋,我是志恒,每天为您提供新内容,专注于各位中老年朋友的情感疏导,养生健康,心灵陪伴。 要说家庭清洁里最难清洁到的地方,马桶当属于其中之一了。 因为马桶的使用频率很高,而且也是很容易弄脏的地方,所以马桶清洁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。 其实,马桶不是不容易清洁,只是你没找对方法。 接下来,志恒就给大家分享清洁马桶的小妙招。 不妨一起来看看吧。 1.可乐清洗法 家里喝剩的可乐不要丢弃。 在马桶的侧壁,铺上一层卫生纸或者肺部,然后将可乐倒在上面。 一小时后,再取下卫生纸或者肺部,用水清洗即可干净。 2.白醋清洁法 用白醋兑些清水,倒水马桶中,浸泡10分钟左右,然后用醋浸湿的抹布擦拭周围脏的地方。 或者用马桶刷清洁,最后按冲水键冲洗,马桶就会闪闪发光。 3.小苏打加热水 拿三勺小苏打粉倒入马桶中,加入热开水浸泡,让小苏打充分分解。 一小时即可用水冲洗。 若有顽固污渍,用钢丝球直接沾小苏打粉不断擦洗无垢即可,可以很好地去除黄字。 4.砂纸法 马桶若使用时间很久,有些死角容易形成水锈。 可以用超细的耐水砂纸轻轻打磨,水锈就会消失。 5.废旧肥皂头法 平时剩余的肥皂头不要丢弃,留存在一起,攒多了放在一个丝袜里。 戴上橡胶手套,拿着套有丝袜的肥皂头直接擦洗马桶壁,可起到清洁去污的作用。 6.纹香灰清洁 纹香灰这种物质,对马桶上面的污渍也是有着一定的清洁效果的。 并且使用过纹香灰的朋友们都说,使用效果很好呢,还能防止马桶内侧粘连,真是一举两得。 使用的方法也是比较简单的,就是将纹香灰都撒在马桶有污垢的地方,可以沾点水,就着纹香灰慢慢擦拭。 等到全部都擦拭干净的时候,用水压冲下去就可以了。 如此一来的马桶就会变得非常的干净,一定会让大家大吃一惊的。 7.洗发水清洁 洗发水也是一个去污除味的好东西。 在每次洗完头发之后,将泡沫集中倒入马桶中,然后用马桶刷将其搅拌,可有效去除马桶内壁上的黄斑。 因为洗发水中含有大量的阳离子性活性界面剂,可填补陶瓷马桶上的缝隙,瞬间让马桶洁白有光泽,且还有淡淡的香味。 8.牙膏法 如果马桶上面的圈上有黄字,我们可以用牙膏来清洁这些黄稿。牙膏的清洁效果是很好的,除了可以美白牙齿,还可以清洁白色的瓷器,效果非常的好。 9.水加劫测剂 有时候马桶表面看着不脏,并不代表没有细菌。用柠檬水喷洒,一段时间后冲洗擦干,可有效除菌。 除此之外,在马桶水箱中放入一颗免洗自动清洁剂,使其自动溶解水中。 每次冲测时,含有高效活性成分的清洁液随水而出,自动清洁马桶,令马桶侧壁保持光亮洁净。 2.马桶保养注意事项 1.清洁方式 清理马桶时,要使用专业的洗涤剂。还要注意,清洁时最好不要用刷子、钢丝球等较硬的东西,避免对马桶表面的诱面造成破坏。 优先使用抹布。 2.注意头发不要进入马桶 头发进入马桶之后,容易与排水口的其他东西发生缠绕,造成马桶的堵塞。 因此,在洗头发时要特别注意,不要将洗过头发的水倒入马桶,特别是女性的长头发,应当排到地漏当中去。 3.油腻物品静止到马桶 油污在下水道容易与管壁产生粘合,致使下水道堵塞,一定要禁止剩饭剩菜进入马桶的下水道管。 4.避免纤维纸巾进入 普通的卫生纸影响不大,但纤维制作的纸巾,浴水不容易分解,进入马桶之后会造成堵塞。 5.马桶边尽量不设废纸楼 大多数家庭都会在马桶边设一个废纸楼,存放使用过的厕纸,但这样会造成细菌随空气传播,因为很少有人能做到及时清理,至少会存放一到两天,而时间越长,滋生的细菌就越多。 6.马桶刷要保持清洁干燥 马桶刷是保持马桶清洁的工程,然而如果不注意清洁和干燥,它也会成为污染源。 6.每次刷完马桶污垢,刷子上难免会沾染脏物,最好随手冲洗一次,将其冲洗干净,把水沥干,喷洒消毒液,或定期用消毒液浸泡并放在合适的地方。 6.除了马桶之外,瓷砖也是家中非常容易脏的一部分。 6.干净的瓷砖不仅可以提高家庭的美观性,也可以让我们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。 7.所以,如何有效地清洁厕所瓷砖呢? 7.下面这些小妙招可以帮到您。 7.瓷砖清洁 1.瓷砖的肥皂污垢清洁 用热水冲洗一下瓷砖上的肥皂污垢,使皂垢部分软化,再用刷子轻轻刷。 注意,不要太大力,以免在瓷砖上留下划痕。 另外,还可以使用硫酸或者盐酸进行擦拭,注意戴上手套操作。 小窍门 请做清洁 卫生间里的肥皂污垢是可以避免的,可以给角落处的瓷砖涂上一层防污剂。 这样就算平时擦不到,也能很好地避免污垢了。 2.瓷砖上水垢锈剂清洁 对于瓷砖上的铁锈,可以先用2%的草酸洗地,然后用清水擦净,还可以将3-4粒维生素C药片碾成粉末后撒在瓷砖表面,用水擦洗去除铁锈。 小窍门 3.瓷砖完成之后,一定要立即擦干,不要流水渍,这样才能让瓷砖保新。 小窍门 淋浴后,顺手将喷头调节到冷水位,向周围墙壁稍加喷淋,即可去除凝结在瓷砖上的水印。 靠近地面的几排瓷砖容易积存污垢,但是,用由上而下地喷到瓷砖上,过十分钟后,用刷子进行清理就可以了。 5.浴缸清洁 浴缸是卫生间第三个容易滋生细菌的地方。 那么,浴缸如何快速清洁呢? 首先,浴缸长期处于湿热状态下,非常容易滋生细菌。 日常清洁完毕后,表面看起来干净了,实际上还是存在很多细菌。 这时候,我们应该定期用开水擦拭浴缸表面,不要随便使用消毒水,因为消毒水不一定能杀死霉菌和真菌等。 接下来,可以用废弃的软毛牙刷,沾漂白粉水,刷洗浴缸表面。 既可以去除污渍,还能消除霉菌。 遇到难擦的污渍,还可以用半个柠檬沾盐擦。 也可以用软毛刷涂上有美白功能的牙膏擦洗。 如果家中的浴缸是带有颜色的,切记不要用带有褪色功能的清洁剂。 至于霉菌和引发真菌病的细菌,要如何应对呢? 可以用瓢粉水和过氧水冲洗后马上擦干。 好了,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建议大家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。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,和志恒相约,每天不见不散。 我们一起成长,一起幸福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